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在奥地利的居酒屋 居酒屋又稱之為酒館 在說之前希望大家支持我 給個讚和訂閱 好了 在奥地利的一個鋼鐵城底下 有一間居酒屋 這間居酒屋是非常具有 日本特色的飲食店 居酒屋其實 和酒類的酒館和料理店 是有少許區別的 因為居酒屋是提供 比較有質量的飯菜 和一般的小食店不同 那為什麼這個居酒屋 值得我們介紹呢? 希望你留心欣賞 去片 在這裡值得提一提的 就是它的鐵板燒牛肉 入口即溶那種感覺 你不需要去到日本 學習一下食物 今天來試一下居酒屋 大家一定要來這裡欣賞一下 對 就在這裡 Eva Eva 你下次來吧 我女兒介紹的 來這個居酒屋 嘩 多棒 但是它的價錢很便宜 又不是太便宜的 行行行行 你們看清楚一下 這個 這個頂部有23個牛肉 我們先試一下這個 我和我女兒來試一下這個 這個奧地利的居酒屋 如果能夠忍進日本原材料的話 相信更加出色 今天是在居酒屋的第一份前菜 第二份前菜已經吃完了 這個是主餐 主餐是什麼呢 什麼來的 豬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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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 night 嘩 看看 看看我這個日本餐 挺開心 多開心 謝謝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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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說的在哪裏 我第一次吃 綠茶雪糕 不是原本的日本 不會 你說 好 好 你 今福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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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